一聽到這個客人主人這個電影 我就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看 因為我一直覺得 台灣的族群之間不夠了解 那這個電影是非常勇敢的說出 客家人的那種自己 作為一個客人的那種 隱藏身分到爭取身分 然後又重新進入一個新的迷惘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勇敢 和真正的電影 我希望大家都去看它 謝謝你